中央研究院院士忌會開始 今天很榮幸邀請到農業部陳敬紀部長 來給本次的院士忌會做專題演講 陳敬紀部長是農藝出身的 他是中興農藝系畢業 然後也在中興農藝系拿到博士學位 然後他從在農委會的系統裡面 資歷非常深 他從那個應該是苗改廠的研究員開始 然後後來當苗改廠的副長長 然後到農事所當副所長 所長 然後在所長應該待了快十年吧 然後因為中央一直要他入閣他不肯 因為農事所是我們國家農業的旗艦研究 所以他在這個任內就把農事所的研發能力大大提高 然後也把農事所所主導的一些資料庫把它翻新 所以現在農事所真的是變成世界一流的農業研發機構 那他後來終於被拉到農委會當副主委 然後最近就被升為農業部的代理部長 那在農事所所長還有農委會副主委的任內 因為陳部長這個貢獻真的是非常大 因為他把現在的大數據的科技帶進我們傳統農業的研發 然後我們國家的永續政策還有農業政策都有他的足跡在裡面 那所以我們今天很榮幸由陳部長來跟我們演講 就是這兩個題目就是台灣農業永續發展的策略 從新農業政策談起 那我們就歡迎陳部長 謝謝明哲兄的一個介紹院長還有我們在座所有的院士 然後中研院的我們的夥伴 大家早上大家好 那其實今天來中研院演講其實還蠻緊張的 因為我想各位都在專業的領域從事相關的研究 但是當你回到以產業為主的這樣子的一個部會的施政 跟他的產業的一個成果的落實的時候 考慮的面向可能都不大一樣 但是我一直秉持著一個信念 這個就是我之前常常跟我們同仁分享 我在這邊也願意跟我們所有院士分享 我想大家能夠在這裡大概都是非常關注我們的台灣農業 但是台灣的農業的未來也是我們所關注的 農業的未來它絕對不是一個過去的延伸 農業的未來需要一些創新跟創意的導入 這是我想我一直把它記在心裡面 因為我記得之前有位主委曾經跟我講 我們現在做的都是當年老師在用30年前的知識來教我們 去應付未來30年 可是相對的在這個過程中 我們怎麼樣在我們的工作上 怎麼樣去再精進 能夠讓我們去面對未來的30年 我想用幾個部分跟各位做一個說明 其實我想很簡單的 因為這簡報其實還蠻多的 不過我願意花更多的時間 跟各位直接的一個互動 那用這樣的一個三個部分去跟各位說明 我們先了解一下台灣整個的一個資源的部分 那我們其實回顧一下 其實台灣本身 我們農地的面積大概是80萬公頃 那我們常常說我們確保糧食安全需要74到81萬公頃 大概就是這樣的一個面積 可是相對的 我們有更多的這些平地大概50萬公頃 波地也大概30萬公頃的部分 這個部分其實平地是我們的主要的 主要的農耕的地區 那波地應該有一個波地農業的政策去支撐著 那林地的部分大概是220萬公頃 那還有一些竹林的面積 那竹林的面積過去 大概都沒有什麼樣的利用 可是以現在的循環的農業的概念 包括我們的淨林排放的時候 竹子本身的用途 可能會被重新去做一個開發 所以整個農業的其實看產值他大概不高 可能只有大概5000多億左右 所在的GDP的比例也非常低 可是他有更多的其他面向的一個功能 包括整個的一個生態景觀 這也是我們今天可能等一下會討論的一個議題 還有一個多樣性的一個維護 跟更重要的是一個農村的一個文化 各位可以想念得到其實我們每天吃水果 其實台灣有非常非常多的這隻水果 從1月份到12月份都有 那這樣的一個水果其實是我們每天西一圍長在吃的 可是各位有沒有注意到 我們在吃鳳梨現在大概是鳳梨季節 其實我們有非常多的鳳梨的品種 各位可能吃到大概是我們的金鑽17號的品種 可是相對的這些成果都是我們研發單位所付出的 那在這邊其實台灣有一個非常大的疑估是 就是我們農業的技術 我們有非常好的這些研發人員去從事品種的改良 然後我們運用一些簽單的科技 那甚至於我們結合了學員單位的力量 一起在農曆 我會說明一下農業部大概每一年 純粹科技研發的經費大概是將近50億 那其中有將近22億到23億 是提供給學員單位的 那這個學員單位是跟我們農業部門本身的單位一起合作 跨域的一個合作 所以換句話說 其實台灣 我們有我們的地理由是 因為我們的緯度關係 我們的這些 從平地到某個程度的海拔 一千多公尺海拔的關係 我們所謂可以種的東西實在太多了 那我們怎麼樣去維護我們台灣的這片 這片這麼美好的一個資源 反過來講 其實台灣面臨的更重要的一個問題是一個 農地的品質的問題 那之前很多人在提到 說現在目前的很多光電有沒有 浪費了很多土地 可是相對的我要跟各位說明一下 這些光電的地 大概目前為止 用在農地大概是兩千多公頃 並沒有達到一個大家所想像的 那麼大的一個面積 可是我們更重視的是農地的一個品質 農地的量74到81我相信我們可以維持 可是我們農地的品質如果說 我們不再關心這個農地的品質的時候 那我相信品質會不斷的一個略化 特別是我們的耕作制度 會往往會造成整個品質的一個弱化的原因 所以農地的品質的部分可能是現在目前 我們所做的關係的 因為之前我在農業實驗所的時候 我們每250公尺乘以250公尺 我們就有個土壤取樣點 所以整個平原地區的所有的土壤的質地 跟它裡面的養分含量 跟它裡面的重金屬的含量 其實我們都有去做調查 我們發現說其實農地的品質是很重要的 那更重要的是 其實農業所面臨的挑戰 就是氣候變遷 特別是極端氣候 那各位我想 可能在過去兩年都感受到我們缺水 然後也感受到我們的溫度的變化非常大 就像下禮拜可能有一個超級寒流會來 對我們人類來講 我們可能多穿一件衣服 或者是少穿一件衣服就可以解決了 可是對植物來講 你要去它面對這樣子的一個極端天候的時候 那就不同的一個策略 所以氣候變遷的確影響了我們整個作物的生產 讓我們的農業的經營的風險是越來越高 那第三個部分是我想區域的衝突 國際的整個的一個情勢 因為我們的農業的生產 不純然所有的資材都全部 由台灣自己生產 我們部分的是由國外的進口 當你國際的情勢不穩定的時候 我們整個這些物資農業的資材 從國外進來的時候可能就會造成一些問題 那更重要的是一個 我們的消費者習性越來越不一樣了 那消費者習性不一樣了 我們的農產品又要怎麼樣去因應我們的消費者 所以這些東西都是我們農業的一個挑戰 那很簡單的講 我想這個都非常清楚 我只希望大家看右下圖 右下圖這邊 從2004一直到2021年 幾個大的那個風度就是我們遇到的 非常嚴重的極端天候 所造成的農業的一個損失 它每年的一個損失 特別是在2016年有個霸王級寒流來 我們農業的損失將近283億 所以換句話說 整個的一個農業的經營的不確定性 跟它的風險是越來越高的 如果我們什麼都不做 我們曾經模擬了一個數據 各位可以看到上面這個毛豆的部分 毛豆的部分本身 它的一個分布會逐漸的往北 那同樣的我們很多熱帶果樹是在南部 但是當你的天氣越來越暖化的時候 原來種在南部的荔枝 它可能開花就不順了 所以它本身的這些作物 都必須越來越往北移 所以整個的農業的整個耕作模式 跟經營模式 就會產生非常非常大的一個變化 那在這樣一個變化之下 我們又怎麼樣去做一個因應 所以我想第二個議題 我就從另外一個角度去思考 其實農業部本身 在過去這七八年來 我們在處理農業的議題的時候 我們檢視的是一個 我們過去三四十年做不到的事情 我們到底可不可以去突破 所以我在這邊提了大概十個案例 可以做很簡單的一個分享 要我們農業永續 第一個一定要有人 如果沒有人的話我想 我們農業就不用談了 就算你再機械化再自動化 第二個就是要有資源 你的資源是不是能夠 源源不斷的去攻擊這塊土地 如果沒有的話我們也沒辦法處理 所以我用這十個系統 我跟大家做一個說明 第一個部分就是 人的部分 我想大家要知道 其實農業的從業人員 大概現在平均年齡 在六年前的時候 大概是63歲64歲 其實都已經快要退休的部分了 對一般的正常的這些其他的行業來講 可是就農業來講 我們怎麼樣吸引年輕人進到這個農業 變成是我們在農業部門裡面 一個很大的一個挑戰 可是過去農業本身的保險制度 只有一個農保 那農保往往另外一個方面會被人詬病的 所以我們後來在右下角那邊有一個農民退休除菌 就是我們勞保有勞保的退休 那農民過去是沒有的 所以很多青年農民不願意加進來 所以我們透過我們退休除菌的一個設計 讓農民本身仿造勞工 他每個月可以自己提存多少 政府相對的有一個比例 讓我們年輕人能夠在退休的時候 能夠領到一份類似月退縫的概念 特別是這樣子的一個政策 這一兩年的確的吸引了非常多的年輕人 願意投入我們這個農業 那包括其他的職業災害保險 我這邊不再說 那我要提的是一個 就是剛才講的因應氣候變遷本身 有個非常重要的 因為氣候變遷我們現在有個天然災害救助 他是由政府去救助我們的農民 但是他絕對不是一個長久之計 所以我們開始推動了這些農業的保險 特別是在2021年 我們推動了農業保險以後 那相對的他就是一個保險制度 當你遇到了天災的時候 我們可以用保險去做理賠 那各位可以看得到 我們在2017年的時候 開始試辦的時候 大概5.8%左右 那現在的覆蓋率已經達到52% 換句話說我們陸陸續續開發了不同 各種各樣的一個保單 然後有的保單是保溫度的 有的保單是保雨量的 那有的是保颱風的 所以有不同的這些樣態的一個保單 讓農民可以去做選擇 那這樣子的話 即使我們面對的極端牽後 所造成的農業的損失的時候 至少對農民來講 他的損失可以一部分 是由農業的保險來cover 能夠讓他的損失不是那麼嚴重 那第二個部分是 我想台灣是一個 耕地非常零碎的這些樣態 那我們怎麼樣去維持農地農用 以往過去我想大部分都很習慣種水稻 我們怎麼樣去讓我們的水稻能夠順利的轉出 然後有更多的雜糧進來做 那其實一個非常重要的就是 農業環境基本給付 因為當我擁有農地跟我擁有建地 兩個的價值是不等同的 那當我擁有農地的時候 我在從事農業的時候 我用這塊土地所生產的這些價格 產量乘以它的價格 我的收入其實它也不是非常高的 所以我們怎麼樣有一個獎勵的誘因 所以我們設計了很多 像農業環境基本給付 然後另外一個所謂的作物獎勵 那為了維持我們的整個生態平衡 我們現在開始在設計一些 當你去針對我們濱臨的物種 或是重要的棲地的維護的時候 我們也給予獎勵 透過這樣的一個獎勵制度 能夠讓我們整個的一個國土 能夠整個生態系統能夠完整 那特別是在右邊所提到的 我們事實上我們現在已經 已經有系統的去建構一個 我們所有的台灣的一個國土的濾網 從高山到淺山到平原到海岸線 那整個的一個綠色網的一個廊道 就是生態廊道 我們現在也逐步的一個建構 而且這樣的一個廊道 它並不是完全由工部門去做的 而且是由公司部門去執行的部分 那第二個部分是 我想從事農業的一個永續 我們的土地要永續去做的時候 剛才有提到了一個 就是土壤的品質的部分 那土壤的品質本身因為過往 我們為了追求產量 所以我們吃了太多太多的肥料 我們噴了太多的農藥 造成土壤的霜化的過程 所以我們積極的在推這些有機有散的 在耕作的一個模式 那也非常非常好的一個結果 其實在過去的大概五六年來 我們的面積 我們的覆蓋率 跟我們的這些整個的一個 有機有散的面積 它達到了20萬公頃的左右 它將近已經達到了我們 整個農業的生產面積的將近 快要兩成 包括產交履地的部分 那這樣子的一個生產 我們後端的拉抬就是 我們的學童的一個營養午餐 這是我想我們在守護 農地跟生態的時候 我們所做的政策推動面 跟它的後續的部分 那還有一個我們一直想要處理的 就是我們的倒作 我想最近可能在選舉之前 很多人一直在提說 我們的工糧的一個收購 希望提高價格 可是農業部到目前為止 都沒有這樣的一個打算 因為提高工糧的收購 只會讓我的農地 種水稻的人越來越多 所以我們透過 我們的大區輪助的制度 透過我們的倒作四選三 就是兩年四級做 只能種三期的方式 某個誘因去讓我們的水稻順利的轉出 透過這樣的一個轉出 也的確讓我們的倒股的價格 已經突破過往的一個價格 因為所有的施政的作為 基本上就是要確保農民的一個收益 農民的收益是來自於 它的稻股的一個買賣 所以我們可以看得到它的一個 整個的一個稻米的價格 其實已經比過去的歷史 這新高還要更高 另外一個部分我想跟各位談的 就是一個水資源的問題 這也是我想過去三四十年來 一直困擾我們的 我們現在如果到嘉南地區的話 可以看到很多灌溉溝渠 灌溉的渠道 這個都是號稱我們的灌區內的一個農田作物 過去都是由水利會在做的 我想很多在撥地的 它並沒有灌溉渠道 特別是很多在東部的地區 它也沒有渠道 我們怎麼樣讓我們的水資源更有效的 公平的做分配 其實我們在這幾年來 我們不斷的擴大我們的灌區的服務 到目前為止我想 整個灌區內大概有31萬公頃 灌區外大概有24萬公頃左右 那24萬公頃是我們逐步要到的 因為你沒有灌溉的系統的話 你的農作物永遠是靠天 靠天賜給你的雨水 所以我們希望說透過這樣的 有系統的擴大灌溉服務 能夠讓我們的整個的農業的生產 能夠不再因為水資源的受限而受阻 這有兩個例子 一個例子就是在南投的 我想大平頂的一個百香果 我想如果大家有熟知這個地區的話 都可以知道 過去大平頂的這些地區 它是完全沒有灌溉系統的 那個水都要從山下去運水到山上來灌 來做噴灌的部分 後來我們飲水了以後 引入了那個關刀溪的 和九仙溪的這些水源以後 現在目前它可以直接在那邊 做它的一個噴灌系統的一個 所以水資源的到位了以後 讓它整個的一個產值 瞬間的可以拉升 另外一個例子就是花蓮瑞穗的 這些蜜香紅茶的一個產區 同樣也是因為灌溉系統的導入 而讓它的整個產值而能夠帶動 那在序勤方面的部分 其實我們一直在思考的就是 我想口蹄疫曾經造成我們的 豬的一個損失 那後來有打疫苗 當然你打疫苗 你每年都打大概沒什麼問題 可是相對的 當你豬肢在打疫苗的時候 你有很多事情不能做 包括你的豬肉不一定能夠外銷 所以我們曾經思考到 我們把口蹄疫的拔針 我們在2020年就成功了 等於說我們把口蹄疫拔針了 我們也守住了非洲豬瘟 那現在我們針對傳統豬瘟 在今年也拔針了 那如果順利的話 明年度就可以向WOAH去申請 到時候如果能夠順利的話 事實上我們台灣豬 就已經非常成功了 防堵了豬的三大重要的疫苗 那未來整個豬肢的產業 我們相信說能夠更往前進 那另外我們也透過了一些冷鏈的系統 改善了豬舍的部分 我想各位都了解 早期我們的豬舍在南部 大家養豬場大家都不喜歡它在旁邊 因為它有一些臭味 它的排放水很容易汙染我們的河流 那現在我們投入了大量的一個建設 希望說養豬場的設備的改善 特別是高床 它的節水就是不用太多的水 然後後續的這些群序分量 我們利用早渣早逸的發電 能夠帶動它的加值的一個效果 另外一個議題是在食農教育的議題 食農教育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教育的觀念 從小學中學到不同人次的一個食農教育 我們希望說讓大家能夠了解 整個台灣農業的一個發展 透過食農教育 我們希望說能夠帶動飲食的文化 在我們的整個日常生活中 所以在這個部分我想不管是學校的可塑食材 包括我們的專業人員培訓跟它的推廣 其實都慢慢的能夠讓我們國內的消費者 慢慢體會到農業的重要性 然後慢慢的透過這種食農教育 來共同來守護我們的農業 再一個部分是有關於冷鏈的部分 我想農業部過去一直在做的 就是怎麼樣協助我們的農民 農民他非常努力的 能夠在他的生產的場域裡面 去做到很好的品質 我們那個品質叫做收貨品質 然後一旦農產品離開了農場以後 大概就沒人管了 就是由航口或是由貿易商 買了就送到我們消費者 所以往往我們說 我到實際到田裡面去看 很多農產品都風味都非常好 品質也非常好 怎麼我訂購了以後 拿到家裡品質變不好了 那其實這兩個是有差的 一個是生產品質 一個是到貨品質 你要讓到貨品質確保的時候 你就必須去關注 從農產端出來以後 到我們的餐桌的這一段 的一個保鮮 所以冷鏈物流就變成是 我想是在過去三年來 一個非常重要的政策 我們希望說建構一個 所謂的冷鏈的一個物流網絡 那這個物流網絡 現在已經逐步的一個成型了 那各位看到現在目前很多宅配 或者是很多你用網購的部分 也能夠順利到達 其實都是透過這樣的一個 冷鏈物流的系統能夠達到的 農產品本身 我們在國內銷售以外 我們也希望能夠進軍到其他的消費市場 那怎麼樣去強化我們的產銷體系 也是過去這幾年來 我們一直強調的 包括整個的一個加工的部分 包括我們的外銷的部分 那特別是美國跟日本這兩年 其實在因應110年 大陸暫時停止我們的一些農產品出口以後 那其實我們一直希望能夠打開我們高端的市場 那經過過去的努力 包括美國日本還有澳洲加拿大 這些國家慢慢的 這些高端的這些市場也逐漸的被打開 也達成了我們仰賴單一市場過去的這些 這些造成的一些結果 所以這裡就是一個 讓各位了解的就是 其實在美國日本的一個 我們佔我們出口比例 已經越去到美國的第一 日本是第二的部分 那過去我們仰賴中國大陸的部分 其實他的比例越來越低 但是我想我們不會放棄任何一個市場 我們不會放棄任何一個市場 但是未來高端市場的一個開拓 也是我們必須要去做的 那這個就是我們兩個例子 就是文彈跟芒果的這個部分 透過我們的冷驗系統 擴大外銷的部分 能夠讓他的價格 讓他的量能夠維持著 最後一個 我們想要分享我們過去的一些案例的時候 就是綠色照護的部分 其實農委會當時在集中部長還在的時候 其實我們提出了一個零飢餓的方案 那我們一直認為 每個人 他出生在來自於不同的家庭背景 那是他本身 就是家庭背景不一樣 可是當你來到這個地區 來到這個社會裡以後 特別是你在偏鄉 我們透過偏鄉的一些食材的照護 那特別在農村 我們很多農村的老人 過往都是在田裡工作 為我們的農業打拚 可是當他不能做的時候 他的下一代在做的時候 當他的下一代在田裡工作的時候 他的上一代還在家裡 所以我們農業透過很多政策 去協助鄉村裡面的長者 包括綠色照護 包括一些席子專區 包括透過公司協力 能夠讓我們鄉村 或是偏鄉的地區的農業的這些長者 同樣能夠享受到一些 他的一個照顧 這是我們在綠色照護裡 與農村送卵裡面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精神 很多政策最後反映的是一個 農民的農家的所得 那從這張圖各位可以看得到 我們在2015年的話 我們的專業農家 專業農家的所得是153萬每年 那到了2022年 其實我們專業農家的所得 已經達到188萬元了 那主力農家是157萬元 那平均的整體的 大概50萬戶的那個大概是120萬元 所以整體來看 透過我們很多政策的一個投入 包括一些技術的一個投入 最後達成的就是一個 我們提高我們農家的一個所得 這是我想 從10個案例來分享過去我們農業部 在不同的面向所做的成果 那其實今天要跟各位 大家去討論的可能就是後面的這幾個部分 那整個農業政策的架構 大概分為兩個部分 第一個是我們最後的目標是提高農民所得 然後一個確保我們的糧食安全 那我們大概有三個主軸 一個就是我們的農民福利系統 剛才已經提到了 那第二個部分是未來我們農業部門 會更加持續投入的就是基礎環境的建設 包括灌溉渠道的一個建設 包括冷鏈的系統 包括機械的一些導入 那另外一個主軸就是 我們怎麼樣去強化我們的產業競爭力 大概用這三個施政的主軸去 從事未來 面對未來的一個農業的一個挑戰 那整個的部分我想 我用這四個部分跟各位做一個說明 就是我們怎麼樣有效的能夠 讓我們台灣的農業永續往前進 那第一個部分就是確保農地的資源 它的一個妥適配置 那各位可能都知道 我們現在正在進行國土規劃 那相對的我們部裡面也正在沿逆 這個農地政策的一個白皮書 那這個白皮書已經規劃 已經沿逆的差不多了 我們都要公佈我們整個農業的白皮書 當作我們農地的使用的一個上位性 那農地的白皮書它所指引的部分 包括兩個部分 一個部分是跟農村有關的 一個部分是跟產業有關的 所以我們希望說透過這樣的一個系統 能夠確保我們整個農業的大架構 對於農地的一個品質的一個確保 那根據我們的國土規劃裡面 農業它未來會分為五類 那最重要農業生產區就是農醫跟農餓的部分 那各位可以看到右下角這個部分 因為農地的劃分是由縣市政府來劃的 那農醫是我們優先要去保護的 就是說未來你屬於農醫類的 就是國土規劃第一類農地的時候 那我們將會更嚴格的去限制 它的一個設置本身農業的經營的部分 那農餓的部分也是一樣 那農醫農餓的部分 未來我們會 我們的所有的施政的一些資源的投入 也會以農醫跟農餓類為主 我們希望說透過這個資源的投入跟引導 能夠讓我們的農業 能夠更聚焦在我們主要的一個農業生產區 那第二個部分是 當我們把土地的架構跟分類做好以後 那我怎麼樣去讓這些農民經營的部分 能夠更集中化更專區化 那相對的我們透過 一樣透過原來的農業環境基本給付 跟作物獎勵以外 那我們也針對重要的棲地 給予適當的一個支持 農業它絕對不是一個 我們工部門單獨要做的 也不是農民個別要做的 其實我們未來會透過很多ESG的方案 由我們的私部門透過公司協力 來針對農業的永續一起來做努力 那也發揮我們整個農業的多功能的一個價值 當你的農地處理完了以後 那我們就要去處理我們地上的這些生態系統 那剛才說的 整個農業的生態系統大概分為兩個區塊 一個區塊是在森林區的部分 那森林區部分我想我們一直在推動 森林共管的部分 就是因為森林地區有太多的這些 我們原鄉的這些原住民部落 過去我們的森林的管理 都是跟原住民部落用對立的方式 用管理的方式去面對 那這幾年來其實我們推動的是森林共管 讓我們的整個的一個森林 透過原來部落的這些族群的族人 來一起來共管 然後透過這個方式來落實相關的一個 分區經營的一個觀念 那同時我們也會推動相關的零下經濟的部分 那這個零下經濟我想 是未來是一個蠻大的一個開發的一個潛力 那第二個部分就是 我怎麼樣透過一個有系統的制度 去維護我整個的生態環境 剛才講的就是說 我們從高山到淺山到平原到 冰海地區都有不同的這些棲地 那我怎麼樣去串聯 怎麼樣去串聯它的一個軸帶 然後怎麼樣去富裕它的一個職幣 這個部分我想也是我們農業部 未來要去努力的一個部分 那其實很多最重要的就是包括有關於聯合國的這個保育的 叫OECM的部分 然後另外增加自然碳位也是我們現在的努力 那這個部分等一下我會有一個專題 小專題會講到一些近年碳排的部分 我會再做說明 那第三個部分就是 維護我們生物的一個多樣性 很重要的就是 過往的農業大概都是從產業著手 就是哪個地區它種什麼樣的一個作物 我們就投入相關的資源去發展 那因為產業的發展而慢慢的帶動周遭的農村的建設 但是這樣的一個農村建設它是一個比較零星的 那未來的農業的施政會反過來 我們會以農村為主體 我們更希望說有一個更好的一個農村的一個規劃系統 農村的規劃到建設 由農村帶動產業而不是由產業帶動農村 這兩個是可以互相去做一個平衡的 所以未來我們會在農村的系統裡面 不只在農村裡面的一個建構 因為我們現在有農村再生的計畫 那過去農村再生計畫在推動的時候 都是點的推動 那我們希望說在下一期的整個的一個施政的作為的時候 我們可以透過這整個的一個農村 把點結合成縣結合成面 變成一個台灣的一個整個農村的一個網絡 這是我想我們下個階段我們預計要去做的 就是全面促進整個農村的一個再生 因為我想有了農村以後 才能夠讓我們的年輕人願意留在農村 農村他不僅僅只是從事農業的 農村的聚落裡面 他還是可以導入其他的行業進來 讓這個農村有更加的一個好的發展 很重要的議題就是確保糧食安全 那確保糧食安全基本上 我們現在目前不斷的努力 是建構一個糧食安全的一個保障的一個機制 那這樣的一個機制其實是透過滾動倉儲的概念 來達成的 那同時我們現在其實已經 在做的就是一個糧食安全的預警 跟定期盤點的機制 特別是在過去幾年因為COVID-19的關係 因為一些區域衝突的關係 讓我們更體會到糧食安全的一個確保 跟怎麼樣去做一個有效的糧食安全的一個保障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議題 可能跟各位部分的研究人有關的就是 我剛才說的其實農業它本身 它面臨氣候變遷的一個挑戰 極端天候我們怎麼樣去因應 所以我們現在推動的設施農業 我們現在推動的智慧農業 跟我們現在在開發的一個所謂的一些 能夠耐逆境的這些品種 怎麼樣透過一些比較高端的技術 能夠加速我們育成耐逆境的一個品種 變成是我們必須要面對的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課題 所以從資源 從生產到流通到最後的消費 怎麼樣去串接 讓我們的糧食安全 糧食的部分能夠穩定的供應 也是我們在下一階段 我們農業必須要去面臨的一個挑戰 最後一個議題我想可能跟各位說明一下就是 整個農業本身我們常常說氣候變遷造成 我們農業的一個影響 我們有所謂的調適的作為 就是剛才講的 我們要做一些品種的調適 我們要做栽培方式的調適 可是追根究底的 我們怎麼樣減少我們二氧化碳的一個排放 那是一個最根本的一個解決 那我想政府在宣示 2050年達到淨零排放 那在農業部門其實我們更提早的10年 我們宣示在2040年 就希望能夠達到一個淨零排放 那透過四個策略包括 減量增會循環跟綠趨勢的部分 那這四個部分裡面 其實增會是最有價值的部分 那工業的部分我想 他們會去減少氧化碳的排放 但是它的排放只是減量而已 它沒有辦法去增會的這個 增會只有唯一透過我們農業部門 包括我們的土蘭攤會 包括我們的森林攤會 包括我們的海洋攤會 能夠達到平衡 我們現在工業部門所生產出來的二氧化碳 另外一個區塊是 未來我們農業部 將會更積極的去推動 我們的農業剩餘資材的循環再利用 那這個部分會間接的去減少 我們的二氧化碳的一個排放 那一個循環本身 我們過往常常是把農業的剩餘的東西 我們叫做農業的廢棄物 那現在我們第一個先證明 它其實所有的廢棄物它都可以再利用 所以我們透過資源的一個循環的部分 讓這些農林餘序的這些剩餘之材 怎麼樣去做一個相互的結合 讓它變成飼料 讓它再變成肥料 或者是它可以做成能源 甚至於材料 所以循環利用裡面的飼料化肥料化能源化 跟你的材料化變成我們未來要去推動的一個重點 但是相對的裡面的技術層次就非常高 有的特別是在能源化的部分 有不同的技術可以 有不同的approach可以去達到 那材料化更是我們面臨的一個挑戰 那現在目前現階段的飼料化跟肥料化的部分 是相對的比較單純也比較容易做 所以我們現階段大概是朝前面這兩個 飼料化肥料化的部分來做 但是能源化跟材料化的技術 如果一旦成熟的時候 相信會對整個農業的剩餘之材 能夠更有效的一個利用 那這邊有幾個案例 就是包括我們剛才講的森林的部分 有一些國產材 它本身的這些 做成家具以後這些廢料這些下甲料 它可以變成生殖藍連 生殖顆粒 然後進到我們的發電系統 就變成一個能源化的部分 那第二個部分就是我們在洛農區的部分 有一些像肥料化的 它的一些情緒分尿的部分 我們做成尿液分離 故意分離以後 可以做成堆肥 然後也可以做成它的肺水 可以經過燃氧發酵以後去做發電 這也是一個我們現在正在推動的一個模式 另外一個就是我們的整個跨業循環的一個產業 這個跨業循環的產業裡面 我們現在目前在南部 我們正在積極去建設一個 我們所謂的資源的一個處理中心 生殖能力處理中心 我們希望說在幾個主要的這些養豬場 特別是在南部在屏東 我們希望透過這樣的一個資源處理中心的部分 能夠將我們的情緒分尿做有系統的利用 第二個部分是 我們也去加強整個的一個企劃爐的推動 透過這樣的一個系統 我們可以透過生殖能透過澡氣 能夠造成多元利用以外 生殖燃料棒也是一個未來非常重要的 有潛力的一個產業 所以在整個推動自然碳位的話 的效益的話 我們希望說把它變成 一個所謂的價值化的部分 相對的 特別是在溫室氣體減量的部分 我想現在我們溫室氣體大概 整個碳的交易裡面大概分為兩個 一個是溫室氣體的增量底化 一個是自願減量 那自願減量的部分 它相對的比較複雜一點 因為它必須要有一個MRV的部分 然後相對的 它必須有些方法學的部分 但是在溫室氣體增量底化的部分 就是在我們做環民開發案的時候 它可以去做相關的底檢 那這兩個部分 我想農業部門陸陸續續推了非常多的 一些相關的資源減量的方法 包括造林學 包括農業的土壤的管理 農業經營的管理 透過我們的管理 而可以減少二氧化碳排放 那這個部分我想 我們都把相關的方法學 已經部分已經延齡的差不多了 未來我們會進到我們的環境部去做審議 然後公告成一個有效的方法以後 那未來很多農業的這些方法學 就可以達到一些所謂的碳化的一個價值 那還有一個部分就是 我們會跟企業做合作 就是有關於跟企業的ESG的部分 然後我們也會鼓勵民間參與 自然碳位的一個行為 然後包括有一些生態保育的部分 包括有一些近年永續的部分 我們也會去做相關的一個處理 我想 我講得非常快 只是讓各位有一個review 那我更希望有更多的時間 大家可以實際的一個互動 那其實 我們要守護台灣的這邊 這邊農業 而且我們要去思考 台灣未來農業的一個走向 那其實不外乎土地 不外乎資源 然後更重要的是 土地跟資源所支撐的這個產業 那這三個主軸的面向之下 我們怎麼樣透過技術 去支撐我們的政策的一個推動 我們要怎麼樣透過資源的投入 讓我們的國內的這些產業 能夠應付我們未來的一個挑戰 這是我想也期待跟各位一起努力 那我相信 其實農業部門 我們有自己的研究單位 但是這些研究量的人 都不足以去支撐我們國內的一個產業的發展 一定要靠我們的學員單位 那過往我想 我跟市民哲市院士這邊 其實有長年的這些合作 其實有很多合作模式是可以啟動的 那我也期待說 我想我們各位院士 還有我們中研院的研究人員 其實有非常好的一個研究的量能 那怎麼樣把這個量能 能夠轉成實際可以投入到我們產業的 那就是可以透過跟我們CM單位做一個合作 那我也非常感謝院長這邊 能夠一直在push我們雙方的一個合作 那我們期待說在這樣的一個基礎之下 我們未來可以未來共同努力 為台灣的未來而努力 謝謝各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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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